大家好,再给大家读一封这个电子邮件啊,粉丝来的 坎爷您好,我来自国内,最近我有位亲人 87岁的年龄了,身体很不好,需要有人专门照看 我照顾了一个星期,深深感触到照顾老人的不容易 尤其是老人子女多的,子女们容易相互计较 并且子女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再照顾老人 请个专业的陪护,价格又很贵,请不起 现在我这位亲人的情况是 几个子女一家照顾一个星期,轮流照顾 我觉得国内的这种给老人养老 当时会制造出很多的家庭矛盾 尤其是家庭不是很富裕的多子女的老人 比如我这位亲人的大儿子的媳妇 大儿媳妇明确说不让老人来他家养老等等等等 坎爷,我想了解一下西方的老人是如何养老的 尤其是那些身体很不好的 身体不能自理的 需要人24小时看护的 谢谢 这位朋友这方面我得到的资讯不多啊 我给各位高人看我节目的高人做个一啊 请请大家回答回答吧 是吧 因为我不是太了解 我到西班牙的年头也不是特别长 我原来住的地方的附近倒是有两个养老院 我看到老头们老太太们都在那 就住在那吧 在那 阳光好的时候晒晒太阳 有时候我从那路过也偶尔跟他们聊几句 啊 我们家附近后边有个小教堂 有个养老院 旁边是个小公园 往前走挨着大街 快到地铁站方向也有个养老院 老头什么的挺多的 而打牌 我看他们打一种西班牙的类似于普克牌的东西 啊 但是像您说这个啊 身体很不好的 身体不 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需要人24小时看护的 这个我类似情况我真是没碰到过啊 这个目前我们这个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人 嗯 但是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啊 有个朋友我们北京老乡一个大姐 他就在澳大利亚悉尼吧 他也做这种家庭陪护的工作 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常看我的节目 然后其他人可能更了解 有的人人家到了西方 来了很多年了啊 谢谢啊 谢谢哪位高人有经验的 有经历的或者从事这个职业的啊 给这位朋友稍微的指点一下迷津啊 让他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有用的资讯 谢谢